你想想她的母亲得有多难受 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要被别人这么瞧不起 当贼一样防着 还要到你们家去做保姆 我的女儿不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吗 我说句难听的话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坐在这儿 就你们两人的外形条件 男生是差一点 再就个人能力 女生其实做了很多局公关的工作 其实做的比男生要多 他也比他强 情商也比他强 在论工作 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室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强 样样都比女儿走 有请两位 有请 母亲不同意 原因是什么 我妈妈给我固承了一个 老同学家的一个规律 然后她觉得各方面比较适合我 又比较非照顾人 性格又比较温柔 她就跟我跟她去见面 然后我就跟她见过几身面 在没跟她确定关系之前 我偶尔发了几次信息 聊了几回天 跟她确定关系以后 根本就没联系过 如果没有关系 她妈怎么会把她待到家里面去呢 就是我一进门嘛 就看到就是她那个相亲对象 跟她妈在那聊天 可开心了 还跟我接受说 那才是她女朋友 我只是她的朋友 我当时就傻了 我就跑出去了 你也知道那是我妈妈给我找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知道我这一年做了多少事情吗 我就想就是让她妈妈高兴 没事的时候 我就提搭的那个东西 水果呀 还有偶尔买些护肤品嘛 去看她妈妈 但是她妈妈就是 对我爱理不理 我妈非得要 她非得就是觉得 那个女孩是适合我 我说我跟我妈说 我没跟那个压根 没跟那个女孩在一起 我现在有了喜欢的 她说不 那个不适合你 我不想要跟那样的 我说你又没了解过她 你就现在跟我说不适合我 而且她妈妈很刁难我 就是如果说我要跟她结婚的话 就必须答应她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结婚之后 我得马上生孩子 然后房子车子 还得写她的名字 就是结婚之后 所有的家务活还得归我干 我自己在家 我妈都舍不得让我做事呢 一到他们家 就成他们家保姆了 你说这我怎么能答应 而且我现在我的工作 她必须要我换掉 而且也不能到他们家饭店去做事 你答应了以后 家务活我干不行了吗 那个这些 我们以后慢慢慢慢地 去做同我妈妈的工作 而且我每次都是为她好 因为她本来就偏胖 我带她去体检 医生说她血脂高 可能她又熬夜 然后又喝酒 嚼槟榔这样的 我劝她她不听 我就想让阿姨 就是一起帮我劝劝她 但是阿姨你知道 怎么跟我说的吗 你要嫌弃我儿子 就趁早分手 就你不喜欢她 多的人喜欢她去了 就说这样的话 我当时实在是太委屈了 我就哭着出去的 你这个表情又摇头又又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是夹在两个人之间 我现在是 那个是妈 这个是我喜欢的人 我现在就觉得我好难 而且我觉得她对我们两个 她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我怎么没有努力过 她老是说她妈喜欢我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样的话 我就以为我自己做的不够多 这样的 然后我就想让她 就是了解我嘛 多多了解我 要她带她妈 到我工作室来看看 就我是一个上镜的人 是不是 但是她一到我 自己有一个舞蹈工作室 对 我当时正在排练 很多学员嘛 还有很多同事 都在那里看着呢 然后她妈基本上就说 这男的女在这干嘛呀 衣服穿那么少 这哪是在跳舞啊 这像什么样子啊 你这脸这嘴什么意思呀 我想说的是她老年人嘛 她思想不一样 她觉得你们看那种 现在我太性感了 她受不了 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说你都无法 我是觉得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没有未来 这个姑娘想过要嫁给她吗 在没有出现妈妈等等 就一系列的矛盾之前 想过的 没想到她妈就是这么反对 妈妈今天来了是吗 来了 上来咱们聊聊啊 到底家里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这么不赞成 儿子选的对象 因为我这儿子从小嘛 是我们带大的 我们是做生意的 是不是 儿子我们也看得很重的 因为我们在家里 给她找了一个 自己的朋友的丫头 是叫小学的 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 是吧 我也知根知的 她和这个女的谈的时候 她是一个跳舞的 我不喜欢 为什么不同意是跳舞的呢 我儿子带我去她的 跳舞的办公室去看 是吧 我推开门一看 哎呀 那个男的呀 女的呀 就是你牵手 我牵手 揉揉抱抱 讲什么呀 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呢 独皮都打出来了 那是跳舞吗 拉丁爵士这样 我找儿媳妇 我不会找这种儿媳妇的 我找儿媳妇要找 在家里 您照顾我儿子 您做的事 带着小孩就可以了 他跟我儿子 一跑到我店里来 说来帮忙 不是看看我们的账 就是收我们的钱 他要是来帮忙的 怎么桌子不收 卫生不搞 怎么就一来就收钱 好像成了在家里 你不是有缘跟妈要花干妈吗 因为我去的时候 别人就说买单了 我就收了一下钱是不是 如果说我图他们家什么的话 我自己现在有经济来源 我自己能独立 我自己开工作室 我图他家什么呀 我觉得这样说 那你为什么 有其他事不干 为什么来了就非要收钱呢 他那天 他那天我妈就跟我说 就是你一跟他谈 你的神都变了 你从来都不和我顶嘴 你现在嘛 有生活都可以和我顶嘴 现在还没结婚 你就这样啊 就姑娘给你顶嘴吗 阿姨 我很少跟他说话 因为我不喜欢他 你想他 他怎么会照顾你啊 他你还没 没进我们家门 就一直唠唠叨叨 就是胖呀 什么什么的 还没来就嫌信你 我不会赞成你们的 之前我也不信 他的国心我也不喜欢 你没了解过他 你说他个性怎么样 你现在能说出来吗 你了解过他了吗 我怎么不了解啊 你没和他讲的时候 我说了吗 你从来不和我顶嘴 你现在端着光 这么大的 这么多人的面 你都跟我顶嘴 我不了解吗 就了解了 你都变了 跟他结婚了 我就一个儿子都没有了 理解理解理解 来来让这儿 让女孩跟您说两句 来姑娘说两句 去跟阿姨说 阿姨她要我答应 那三个条件 我肯定是不可能答应的 现在我沟通也没有用啊 我跟你说 你原来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一下 你要是现在答应我三个条件了 我也 为什么呀 他现在都提取 给我儿子要分手了 你说分手 巴不领带我们要分手 我当时看到那个女孩在那里 我就走了 我觉得我要分手的 这个女孩就是我喜欢的 就是我从小看到长大的 没和他谈的时候 我想问个问题 阿姨不好意思啊 人家那女孩 知道他俩现在在谈恋爱吗 她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听明白了 妈妈心中有一个标准的儿媳妇 所以我做的 这一年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任谁的妈妈都会觉得 我是真心对她儿子 对不对 给阿姨买护肤品 就经常去看望她 给阿姨买护肤品 这阿姨你高兴吗 这个收礼 收礼还是高兴的 收的东西是东西 是不是啊 一码是一码 收礼还是开心的 但是儿媳妇 亲我收 但是人我退 是不是这个意思 交朋友可以啊 但是我不容易到我家来做希望 我觉得啊 这个女生在场上 开口闭口都是称阿姨 而且女生呢 除了在礼节方面做到了之外 也确实没有什么所谓的 我们所认为不好的事情 但是阿姨您作为德高望重这么大年纪 家庭生活条件也还算不错 应该知书达理 但你开口闭口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甚至说话的时候 也是拿眼睛去撇别人 我认为这很不尊重 不像是您这个年纪 应该做出的礼仪 你可以很礼貌地说 我不希望他们俩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不支持 但你不能在台上 对她是这样的态度 你可以反对 这是你的权利 但你不能不尊重别人 姑娘我再问一下啊 阿姨我没有看到松动 如果经过我们一番专家的指点之后 还是不能松动 你准备怎么办 只要阿姨能够接受我的话 我当然愿意继续跟她在一起 你如果是我的女儿 我只有一种冲动 马上把你带走 你有自己的工作室 你独立自主 长得也还算不错 为什么要在这儿 受到别人的不尊重呢 所以姑娘 自己要考虑清楚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啊 阿姨您先休息一下啊 我们进入丘比特问卷 阿姨 那个女孩人不错吧 不错 您就把那个女孩认作干闺女 是做亲生女儿一般 你问她那个女孩愿意接受 对啊 三个条件 她找了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她妈也通情达理 就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 过来以后尽快生娃 二 过来以后 对不起 房子和车都得是那男人的名字 家务活 你的义女 你的养女都得干 三 那个女孩现在的工作不能做了 但是也不能参与那个男人家的工作 再找一份工作 因为那个妈不喜欢你养女的工作 这三条件 您作为一个母亲 能接受吗 但是 但是人家喜欢的话 不会提那个要求的 就是因为她妈妈不同意 就提出这个要求的 所以这三个要求 并不是说合情合理的要求 对吗 只是因为不喜欢 所以刻意刁难 提出了三个 你绝不能接受的条件 于是就罢了 对吗 是 就想她自打退 您还是很诚实 我觉得阿姨 咱给她鼓鼓掌 咱也给她点个赞 她最起码承认了 我提这三个要求是 不合理的要求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其实您知道阿姨 您也当初嫁了人 给人家做了儿媳妇 您抚养儿子不容易 同样 将来这个女孩 要嫁给你儿子的话 也要做您的儿媳妇 将来她也要做婆婆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将心比心不行吗 别说您异女了 当初您的婆婆 给你提出这三条件 要赶你出门 你能怎么样 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您看我们主持人怎么样 她很好啊 她哪好 她应该当主持人的 成天抛头露面 看的也不多吗 我再问您问题 您家是做生意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做生意家的儿子 不能要 无伤不坚啊 这还是一个 根据她职业和爱好 就能判定她好坏的年代 阿姨 所有的要求和道理 您自己心里都站不住 我知道 为什么你还这么嘴硬 就是要这个面子 当然要面子 咱得讲理子 咱得讲道理 妈妈 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不是要找你麻烦 其实妈妈 我觉得你爱儿子 天下父母亲啊 谁不爱儿子呢 你希望你儿子幸福 对不对 对 好 刚刚有一句话 你说了好 你说 你转过来说 你怎么现在跟我顶嘴 你以前都不顶嘴 她真的不顶嘴吗 她从来没有顶过嘴 为了这个女人 跟你顶嘴 是不是 那你是灵愿 她现在跟你顶嘴 还是她听了你的话 有一天 她非常的不幸福 非常的生气 那时候在跟你顶嘴呢 我还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好不好阿姨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家 他们有四个儿女 这四个儿女 都是她爸妈安排的婚嫁 但是我要告诉你 经过非常多年 这一家人我认识 四个人没有一个幸福的 最后他们纷纷回去找她的父母 是当初为什么要为我安排 这样的一个婚姻 他们现在每一个人困难重重 怨声载道 而父母非常的后悔 当初他们没有尊重孩子的意愿 举个例子 她现在真的跟着那个女生结婚了 有一天她不幸福 请问你负责吗 肯定每一个做父母的肯定上儿女也快乐 好谢谢 但是不一定找这个就是快乐 找哪一个就是不快乐 不是啊 这个要让她自己去发现 自己去承担 因为这是她的人生 不是你的人生 她的人生自己 她找的 她自己负责 有一天她不会怨你 今天她已经开始怨你了 等到有一天她真的很不快乐不幸 她会真的怨你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这个母亲做的不值得 我要对儿子说一句话 你现在要解决一件事情 你要去找你妈妈最喜欢的那个女生 去跟她谈清楚 带她回去见你妈妈说 你们两个不是一对 你不爱她 她也不爱你 请你妈妈不要再做这个幻想 你有你自己幸福的抉择 你可以办得到吗 可以的 你要让你妈妈很清楚知道 不要再把梦想放在这个女生身上 因为你对她没有感情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这一点你要硬起来 我觉得你对你妈妈非常的柔软 你非常听话 很好 但是如果这一生你要硬一次的话 就这一次了 要为你的幸福争取 要捍卫这个女生 然后我要对女生说一句话 妈妈如果不喜欢你去她饭店收紧 你不要再去了 尊重妈妈 让她不要做她不高兴的事情 你妈妈 这个妈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继续送她 副服产品 她蛮喜欢的 她刚才笑了 你继续送她的礼物 收服她 整服她 但是我跟你讲 不要觉得委屈 因为妈妈 她没有恶意 她就是爱她儿子 但是你要让妈妈看到你的优点 你不要以她为敌 你要以柔克章 我很不能理解男方父母 在这个场上的 趾高气昂的那种行为 一个母亲首先是个女人 同时也是父母 她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 别人父母的感受 如果今天是你的父亲 或者是母亲在这 趾高气昂 这样你会很难受的 因为你的儿子 没有受到尊重 间接地也没有尊重到 别人的父母 做人得要将心比心的 但是你没有 你也是个母亲 你想想 她的母亲得有多难受 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要被别人这么瞧不起 当贼一样防着 她要到你们家去做保姆 我的女儿不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吗 我说句难听的话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坐在这 就你们两人的外形条件 男生是差一点 再就个人能力 女生其实做了很多 去公关的工作 其实做的比男生要多 她也比她强 情商也比她强 在论工作 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是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强 样样都比女儿走 再说第二 任何的婆媳之间关系不好 都有一个共同特质 男人太弱 如果她独立一点 不做家里的生意 我们自己租房子 妈妈还有什么话可说 21世纪最大的谎言就是 天下不是的父母 错 父母就是会有错误 你不用跟她去抵抗嘛 我不做家里的生意了 我自己出去 我跟她单过 我要保护我的女人 但我也不对我的母亲不尊重 你做了什么 如果你的儿子碰上一个表面上顺从 你听你的话 背后你把你们家的钱全部烧走了 而且还挑拨你们母子之间 像个敌人一样 你才叫真的到了八辈子大没了 你想想看吧 这个男生其实挺老实的 她基本几乎被母亲管的已经没有什么能耐了 她很容易碰上那种女生 最后把她们俩离间的一塌糊涂 但如果真的找到那样的一个女生 你怎么办 所以从某个条件下来说 你的儿子这辈子就做了一件对事就找了她 而没有找那样的女人 所以说有些事情上半夜想想 下半夜想想 妈妈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媳妇 其实挺老实的 你无非是下不了台 觉得自己最失败的莫过于自己 一直以来养的儿子 却听了别的女人的话 但我想告诉你 你儿子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台上 对你还唯唯诺诺 那是因为心里有你 跟很多无法无天的儿子比起来 早就带他私奔了 你能拿到怎么样 你能跟他脱离母子关系 所以不要那么决绝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不要那么死撑着了 否则的话 你是自己把自己架在火山口 小伙子 你要去成长成为一个 能在家中立得住的男人 妈妈自然会祝福你的婚姻 祝福你的选择 姑娘多少有些气馁 但是没关系 你是一个独立的好姑娘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 就像你男朋友说 我都不用问他爱你什么 但你值得仁爱 所以接下来 看你们怎么说了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知道 你富建ucky 优优独播剧场——就行 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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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